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室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今节我们讲一位 政治人士,我不会叫他为人 因为我基本上都知道他的不堪事情 现在亦有人出书讲他的事情 香港皇有最崇拜的政治人物 前英国首相邱吉尔 Winston Church 尤其是陶杰 是的 他说Winston,Church尔很厉害啊 还有一个叫林红柳 林红柳 最崇拜这些人 还有一个人 被语为香港邱吉尔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就是杨岳桥 现在他 邱吉尔 据我所知就未坐牢 杨岳桥 比邱吉尔更加 多了一步 更加伟大 错过牢 杨岳桥 可能他将来就说 又错过牢 又是香港邱吉尔 可能比邱吉尔更加有成就 还不精彩过你 是的,精彩过你 其实 这本书就是来自 热佛里 韦德克罗夫特 这本书就叫做 Church's Shadow The Life and After Life 即是邱吉尔的影子 生前及身口 如果用中文的字这样翻译 大家记得 去年有BLM BLM是为什么呢? 就是Georgie Floyd 即是佛洛伊德先生 很不幸地 被人 叫做一位 警察 叫做 剥夺了他的生命 不幸地 那么 伦敦是很多示威者 对这个邱吉尔的 同仗是没有放过他 我最记得 在他的名字下面 写着 种族主义者 但是有些黄友就说 他哪是 因为你们都是种族主义者 有很多黄友都是 说句老实话 看不起内地人 但是自己也是中国人 是吧 结果 Bianogus 去到英国被人歧视 每个国家都有歧视 顶你 双重标准厄屎 其实 在邱吉尔的 里面写着 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对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破坏 政府临时封住了这个同仗 也 引来了一位邱吉尔信徒 Winston Churchill 有一位信徒 其实是Boris Johnson 老实说 保守党都有很多邱吉尔的认子 不用说了 同一个政党 Boris Johnson 说 我们现在 不是去编辑或者审查 我们的过去 即是说 你们不要清算邱吉尔 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因为邱吉尔真的很多 是很不堪的 香港的 傻子说得 好伟大呀 其实关你什么事 帝国 你除了有本BNO 你还有什么 你有其他权利吗 请问 你们只有五年签证 如果面对面来说 我有本英国奥照 真心地说我有 在这本新书 我们简称邱吉尔的影子当中 这位 作者 维特克罗夫特 他就用文学的方式 将这位意见标志性的 领导人 做了重新的 叫做 令到我们有重新的认识 还有 我们看看 邱吉尔 其实 他这个仗 都已经 压立了很久 而且 我不知道大马 还有没有用邱吉尔命名的 一些街道 我知道你们有些地方都是 前英国总督的命名 但邱吉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澳洲有相当的多 没有 以我所知新加坡也没有 哦 很多 不是 我们讲一下题外话 亚洲来说 只有香港这么乱英 真的 真的 其他地方 千方百计 是想 去植化 尽量那些街道 改变一些 比较本土的名字 是 好像我以前 塔斯曼尼大鹅 所在的 这个UTS Sandy Bay 校区 其实 那条街 那个主校区 就是 邱吉尔街 是的 有没有 原住民 或者其他人要求改名之类 塔斯曼尼亚没有 因为塔斯曼尼亚的 原住民已经被殖民者全部 搞得没了 真的滅绝了 塔斯曼尼亚是没有原住民的 好不幸地 塔斯曼尼亚作为 我想 可能是全南半球最似英国的地方 无论从气候和人 方面都极度 和英国极度相似 我们 我儿子住的格格格尼真 陈奥迅也曾经去过 那里 因为太旧 没有什么人翻身 有翻身的 但是 依然是 有一个大大的 英国王家的标志 在他们的邮局 那些人可以去打卡 如果在澳洲的 叫做 叫做 暖英分子 我们 有家酒店 亦有巨大的 一个 前英 不是前英 应该是现在 是 一个标志 英国王家的标志 因为塔斯曼尼亚 基本上很多澳洲人觉得 和150年前除了多了建筑 基本上 人民的面貌没什么改变 哈哈哈 说回来 邮吉尔 其实 有很多纪念碑 亦有很多人帮他 赞写一些 称赞的文章 邮吉尔就是 温斯顿着士 不过在这本书 说的邮吉尔 大家有没有看过Netflix Netflix 的 The Crown 说邮吉尔 大声地 咦咦咦咦 我记得好像第1集 第2季第1集 第1季第1集 咦咦咦咦咦咦的 他呀 这人放弃了 人道殖民地 其实 邮吉尔 不单只是种族主义者 还是个偽君子 骗子 自戀狂 机会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 走鬼 以及 政策失误者 还有涂税人士 还有一个失职的父亲 还是一个沽名钓鱼的作者 还是糟糕的 性格判断者 最重要 他是一个 艺术高超的神话创造者 这个社长说过 其实 大英帝国很多是吹出来的 吹出来的 不像你们说的 那么夸张 在大西洋两岸 我们 都生活在一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代 一个纪念碑被推倒 对昔日英雄的幻想 都很多被粉碎 25年前 作者 就在 Richmond 做记者的时候 当时 拆除了这个城市 纪念碑大道上面 Robert E. Lee 这个雕像 其实 如果当时 是当时未拆 如果当时这样做是没办法想像的 但是 到今时今日为止 这位老将军的雕像 都已经 被人拆除了 而且 现在我说美国 他南方其他兄弟 或者是很战友的雕像 都被人拆除了 当然 这也是BLM的其中一个 后续运动之一 李将军 Robert E. Lee 其实 就是南北战争期间的 联盟军 南方军的将军 之前他的印象 被人相当相当地好 但是 后来 亦都有 黑人觉得 其实他 都不是 你们想像中 觉得那么好 当然 这位作者就说 李将军 这个帐子都被人拆除了 当时是想不到的 因为大家都重新审视历史 当然有格尔也是要 另外 好像 BLM时候 林肯 华盛顿 幼格尔 这些人物 的雕像 也是受到冲击的 亦都在接受 历史重新的审视 无论我们怎样看这些老化雕像 我们都 是不断地对过去重新认识的 通过 当前时代的角度重新去评价人和事 可能有点像 有时都做得太过分 是的 有时候就是过分了一点 我觉得也是 我们的历史偶像 其实是否像我们这样 只是唱赞歌又这么伟大 我们应该 赞扬他们做过什么才对 李将军 其实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他的贡建 是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 的叛戀 为了捍卫 一个 依据 膚色 奴役 几百万人的制度 他是为了 捍卫这个制度 南方是这样的 是的 当然南方的人 就觉得他是英雄 英雄 是的 所以他觉得 对 George Floyd 佛洛伊德 的 歌功尚德 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当然他是一个不幸的身亡者 但是 你说到他是一个英雄 小弟觉得就有一点 过了 他是一个不幸的 意外的悲剧人物 才能够这么说 没错 另外 虽然邮吉尔 有更多明显的缺点 但是他受到 尊敬 不是因为那些缺点 这个也是事实 好像在议会广场 和其他的 雕像 亦都是 为了提醒我们 他 最辉煌的时刻 而不是他 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 这就不意味着 我们要忘记 他黑暗的时刻 因为 历史 不是 一个角度 历史的主角 都不是 一个方面去看他 幼格尔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在最 凶险的时刻 他为保护西方文明 当然首先他保护了大英帝国 他作出了 激动人心的努力 但是 怎样都不可以掩盖到 他的一些历史 的的确确 面对历史上重大的时刻 他以 他是勇的 他是勇的 是用英勇的方式 领导英国人 但是之后他一直 误导大家 而且用具有欺骗性的幻想 来维护这个国家 听着了 西人怎样 说呢 这位作者就说 使得 很多人幻想 大英有多伟大 这么像林记 这么像王友 这么像陶结 是呀 使得 很多人幻想 大英有多么独特 多么勇猛 同时 亦都阻止了英国人 接受他们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 这个现实 不像英国人 我想英国人现在都接受了 是 香港的 想不到一块小小的地方 的人是不接受现实 另外 我想英国人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为什么会有殖民地 那么喜欢我们 是呀 原来我们现在还有殖民地 哈哈哈 所以呢 邱吉尔是成功的 对于香港人来说 对于香港人的洗脑来说 是成功 对于某些 不是全部 是吧 其实 他亦都说 因为 很多人将他捧为英雄 但是 将他很多失败 和愚蠢的事情 是完全忽略 咦 好像那些皇友 就是 大英做的错事 和 愚蠢的事 他们一点都不敢说 是吧 加了工资 很好 但是通胀是升得更高 没人说的 那就是 抵抗 不是一件差的事 但是他不和你说过整个现实 这些皇友 当然 邱吉尔修正主义 几乎和邱吉尔的 信徒 写他的家庭 一模一样 亦都有 一些书都谈过邱吉尔的 就好像邱吉尔的失败研究之类 但是 有一本书 就是 叫做《邱吉尔的神话》 The Churchill 谘吉尔的神话 他 就是 说到 美国总统 是不得不 阻止邱吉尔 是哪位总统呢 就是罗斯福 嗯 因为 原来 是没有 说到邱吉尔 这本书就说 罗斯福觉得邱吉尔 如果不阻止他 就会令到 他们和 德国的斗争 是失败的 哈哈哈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罗斯福也觉得邱吉尔 也不是那么把炮 虽然是这样 但是 很多人都仍然觉得 邱吉尔 是伟大的 是伟大的 但是 更加多的是一种 叫做活在过去的幻想 哇 这个好似啊 讲到 讲到心里面去 哎呀 哎呀 认一认 是啊 是的 还有 很多人就觉得 根本 Boris Johnson 约翰逊 就是 延续邱吉尔 帮你制造一个帝国依然是燦烂的幻想出来 是的 这是事实的 所以 一定要从历史 全面地看 邱吉尔 除了 1940年 邱吉尔 人生中有个两点之外 其实 他 认识自己的 传奇人生 以及 更加多的 一些叫做 老殖民主义者 包括香港帮皇友 就创造了所谓的邱吉尔教 就是 做了他们的信徒 就像那些什么 林冀 那些什么 王世7 是吧 哈哈哈 王世7 很搞笑的 他就说 连彭丁康也敢说 就证明你不是独立思考 彭丁康说什么 你相信什么 常常嘟嘟 我们看到 邱吉尔长长的投诉清单当中 有一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什么事呢 邱吉尔 就是 粉饰了 加里波里 加利培里 加里波里对于澳洲和新西兰来说 是十分大的事情 但邱吉尔又粉饰了这件事情 那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 加里波里战役 对于新西兰 和澳洲这两个 前大英籍民地来说 是损失惨重 他对 他又说 大不列颠帝国 是最强的 不关我们事 这么说 另外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无端白事地选择 在非洲 和地中海地区作战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进军法国 而且他对 前夕民地 孟加拉的饥饿 是事而不见 导致 很多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的 这个他觉得没什么 但是 这个我觉得是人生中的污点疫 人生中的污点 当然 那些 那些 网友都看不到 没有 没有污点 没有污点 还有 他支持 对德国城市进行 地毯式的 报인을 发送 还有 他跟 史太林 От 让人感到如此 的卑议 等等 雄吉尔 又是有名的 种族主义者 那他也曾表示 차�irl souvenir 文orer 在他看來應該排除自己種族之外的人 他曾經用一個N字頭形容 非裔人,當然我們不說了 挺無辱的 亦講過中國人 用一種動物 另外亦很輕視地稱印度人用B字頭 我們亦不可以說,因為種族歧視的東西可能會封汰 作者覺得 其實現世當中很多邱吉爾教徒或信徒 宣揚他的傳奇一生 但是從來不說他現實當中的不堪 導致後世的領導人覺得這個人是怎樣 更多的人覺得 學邱吉爾就行了 但是 本著對這個 雖正姿態和莫尼克 幽靈的恐懼 做出的行動決定 你覺得邱吉爾真的這麼偉大嗎 總是會引來慘敗的 我們看到 從朝鮮 到蘇伊士 再到越南 再到伊達克和其他 很多的士大都看到 這些人是想學習邱吉爾 但是學習邱吉爾最後都是有慘敗的 因為邱吉爾他慘敗的事不跟你說 或者沒有人提 哈哈哈哈 我們看到了 最厲害的事情就是做了一個大英帝國 是很強大 我們搞定了這場戰爭的神話出來 他搞定了這場戰爭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 一個人怎麼可以 搞定一場這麼大的 聯盟 就是聯盟 他有他的聰明優勢就是會催 當然 他的兒子 邱吉爾的兒子 為何說他的失敗父親 他的兒子 不是那麼容易 邱吉爾 其實晚年時候 多次都是中風 1965年 1月15日 邱吉爾再次中風 最後 9日之後 即是 1965年 1月24日 就離開這個世界 九十歲 無毒有狗 他父親在七十年前 同一天 都離開世界 英女王 下令 邱吉爾的寧救 在西敏寺大教堂 就停了三天 公民眾調宴 之後就在 聖保羅 座堂 舉行各狀 其實也挺厲害的 這個就是 1941年以來首位 非皇室成員 舉行這麼高規格的狀禮 就算他吹 什麼都好 事實上 他是令到 英國 擺脫了 叫戰爭的幽靈 這個是事實 當然 公過大家自然會評論 但是只是講公的比較多些 尤其是 網友 好像什麼都看不到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為你愛你 替我愛你